就輪迴中 哭如山 就為你世上羨慕 人家是愛 日前期相隔虛無年再度代言手遊 今日跟洗手家家主席記者會 而被問及代言心情 兩人都顯得相當興奮 這次很榮幸能夠再次代言這個 夢幻新朱仙 但我的感覺我比較像前輩 歡迎所有的年輕朋友來玩這個手遊 感覺像找沒人了 因為我當年都十六年前左右 然後那時候拍那個MV的時候 裡面的角色每一個都現在都赫赫有名 我的陸雪奇是唐嫣 然後碧瑤是張萌 然後我的師兄弟是李東學 然後他們現在都在演藝圈 都有很不錯的成績 很讓人想念的一個作品 所以這次能夠再次合作 我覺得很榮幸 其實我今天看到齊哥我有點認不出來 因為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齊哥平頭 我以前每次演壞人的時候 我都是短頭髮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都是反派演壞人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他們說我要眼神溫柔一點 所以我戴了個眼鏡 稍微把顏色調和一下 因為最近我就演黑幫大佬 然後又每天都兇巴巴的 然後之前還是光頭 好不容易頭髮長出來 還好聽到妳的歌 我覺得這次的歌好好聽 然後很無不日柔 然後那個詞就很合這個意境 可是有點饒口 不好唱 不太好唱 老師的詞滿不容易的我覺得 但是很美 許久威先生與大家見面的兩人 發現雖然身為同門師兄妹 卻鮮少合作 就讓大前輩小齊哥當場開口邀約了 我前幾天跟公司在開會的時候 我就有提出說我的歌裡面 會不會有個Diva 有個女王來幫我唱歌 我就說家家有空嗎 然後他們就說對 因為我接下來這個專輯 有點有意思就是 好像一個鋼鐵大叔 在想念他的人生 然後感覺起來就是 在路上不斷的要去追尋 然後有一個Diva的聲音 在遠處呼喚著他 他去追尋他的夢想 我要出去走一下那種感覺 滿有想像空間的 有耶我 希望妳有空 我也有空 為了小齊哥我都有空 謝謝